念地藏经时 中间电话打来 是否接电话 然后再继续念 我们在过去好像是有这么一个公案 我在哪里看都记不得了 明朝时候的七级光 这是一位名将 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一生受持金刚经 他受持这个金刚经很有效 有一次他的部下 有一个士兵过世 那么他在夜晚梦到这个士兵 士兵求他念经朝度 他醒了之后 真的给他送了一部 第一这个金刚经回响 到晚上呢 这个士兵又来托梦又找他 他说将军啊 你给我念的这个金刚经 我只得到一半了 后半部没有了 他说为什么呢 你当中加了一个不用 这个 这个西级光行过了之后就想 没有啊 没有这个事情 我突然想到 他送金的时候 他的佣人给他端了一杯茶 他摇摇手 没有说话 摇摇摇摇手 就是这么坏了 架杂了 所以这个金刚经没有效了 于是又震惊其死 再给他送一部 那么你要是懂得这个公案呢 那打电话就完了 你这部经就完了 必须从头到尾 重新再念 才有效 所以古人这些公案呢 实在讲都是事实 我们应当要记住 所以这个诵经呢 给人回向 能不能有效果 全在真诚心 所谓是尘子里 这是我们必须 要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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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 凡起